拍车时请不要使用自拍杆 三脚架或梯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我更想知道东京站的战舞 到底都经历过什么 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光临东京站某个地下进展口 在东京站搭乘新岸线 要认准您手里的车票 东海到新岸线的话 请跟蓝色丫头走 不要跟着绿色套娃 这个绿色套娃一样的一武器正脸 指的是这样东日本的 包括但不限于东北北海道新岸线 和秋天新岸线在内的 一票出东京站往北走的线路 乘坐东海道新岸线 前往京都大阪方向的旅客 请跟着蓝色丫头前往对应站台 两边并不互通 这次我乘坐的是上月新岸线 所以绿色套娃我来了 我们今天要乘坐的是 显示屏上第二行的 MAX坦尼甘娃好 在我们之前 还有一班普通的珠环号即将发车 这班车由E7系担当 所以就只标注了几节编程 而我们的E4系 则特地写出了两接件 也就是双层的意思 气场上就压得楼上楼下没皮静 这一组E7系是F4编程 不是东北的那个F4 E7系在2014年投入使用 原定于2020年E4系退役时 接过大块头老前辈的班 但是由于2019年10月 台风15号导致了千曲川决堤 JR东日本长野车辆中心被水淹没 10组E7系和W7系直接被炮爆飞 所以只得从上月新岸线调了三组E7去顶岗 并且延后了E4的退役时间 都会八组车用自己的命 给这些双层大块头续了一年多 不然大家就见不到这个视频了 E7系出去没多久之后 我们的E4就开了进来 JR东日本在东京站的新岸线站台 只有两台四线 并且要同时揭发东北新岸线 上月新岸线和北路新岸线三个方向的车 所以前一趟车开走后 下一趟车很快就会进来 中间的间隔非常短 和刚刚矮小的E7系相比 双层的E4系硕大得如同相扑历史 近战时候的压迫感非常强 再加上平均每节车50多多吨的体重 带来的颤动 这哪是16系车开进来 这分明就是16辆粉色的虎王 还是弹药油量全中加满的那种 E4系的配色灵感来自猪环 这是一种头部红色 且全身都有淡粉色羽毛的鸟 曾经遍布整个东亚 但是在上个世纪却差一点灭绝 最危险的时候 全世界只剩下了7只 但现在经过几十年的人工繁育 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7000多只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国内 有野生猪环分布 日本的原生猪环已经灭绝 现在日本的猪环 是中日两国合作繁育出来的 而E4系的这个车贴 画的也就是猪环 虽然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抽象 很显然由于互网的存在 在这里拍摄E4的车头 显然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 这里有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拍摄时 请不要使用自拍杆 三脚架和梯子什么的 自拍杆和三脚架我能理解 毕竟这都是常用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会有梯子 我真的很好奇东京站的站务们 到底都经历过什么 不过之前见过站里 有拿着条杆戴着耳机收声音的 可能真的有人把梯子 搬进车站拍过车吧 所有E4系弹当的列车 都会在车次前面 加上MAX一词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简写 全称是Multi-Aminity Express 翻译过来叫 双层舒适特快 现在能确定的是 双层和特快 这两个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舒适有待讨论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这里是12号车 虽然今天是自由席 不过设计的时候 是按照指定席来设计制造的 所以各方面除了多了一层楼之外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下层就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普通指定席 和国内双层车的直楼梯不同 这里的楼梯是转的 转向架上方设有平层 一个毫无新意的2加3布局 不过以套的颜色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上层采用的是蓝色调的一套 同样是平平无奇的2加3布局 但是即便上下空间 已经被双层设计压缩得无法站直 座椅上方还是设置了行李架 其实E4真正最有味道的地方 不在这里 而是在那设计时 就是自由席的自由席区 那个让我对amunity这个词的使用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的自由席区 欢迎光临E4系真正的自由席 如您所见 为了最大程度的提高韵力 E4系的自由席座椅 采用了非常具有创新性的3加3布局 是的 刚才还是正常的2加3 现在就在宽度一样的车体里面 硬生生每台都塞了一个椅子进来 我寻思 这也就是在日本这种民众普遍 都比较瘦的地方才能怎么搞 要是放在地球另一边的某国 怕是好多人都得直接买两张票 然而这只是这个宛若硬座一样的东西的 其中一个槽点 其他的我们一会儿再说 二层的视野比下层或者平层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平视的话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对面E7的车顶 我真的很想说希望大家在疫情结束之后 也来体验一下这个角度 但是很可惜 在我运转之后的下一天 这辆车就迎来了最后的图定运营 并在10月17号的告别林克之后 彻底告别了新南县的线路 不过国内的部分线路也有双层车 在昆明丽江那边 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高板层楼带来的爽快感 现在下方山首线停靠的车站是神田站 这附近有很多好吃的餐厅 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座桥悄悄地跑到了我们的头顶 那是2015年开通的上野东京县 连接了上野和东京两座巨大的车站 虽然上野和东京之间有铁路连接 不过原有线路已经被山首县和京兵东北县挤得再也无法塞击其他列车 所以便利用新安县的高架桥墩 在新安县的上方又修了一条新线路 而为了在短距离内爬到新安县的上方 线路的坡度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三十四 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列火车的长度是一公里 在这样的坡度上 车头会比车尾高出11层楼的高度 所以这个大斗坡也就获得了神田岭的雅号 目前运行在这条线路上的车也被称作Ueno Tokyo Line 主要运行于往返东海道县小田园热海方面 和东北本县宇都宫方面 以及高崎县高崎方面 以及长盘县延长进品川站的倒发的列车 上野站的新安县站台位于地下 我们也即将暂时离开地面转入地下运行 说到E4的自由席 最精华的部分那自然是舒适的座椅 E4为了最大程度提高载客量 破天荒地在准轨列车上 使用了3加3的沙丁域罐头布局 估计全世界也只有日本这种民众 普遍都比较瘦的地方才能应用那种设计 换到人高马大的欧洲 或者民众体型普遍健壮的美国 怕不是铁路公司的邮箱 要被投诉信赛报 外的塞下是第六个椅子 设施自然也是能省则省 脚踏板和电源插座统统没有 虽然这些和第六个椅子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JR东竟然连椅子之间的扶手都拿掉了 将寸土寸金的理念执行到了极致 哦对 靠过道的扶手也改成了一块板 上翻功能 没有 这个时候弹幕里肯定就有人要问了 没有扶手的话 座椅后仰调节的按钮在哪里啊 啊对不起 本作息无任何椅背或头枕调节功能 三个椅子直接连成了一块 幸亏座椅本身自带一点后仰角度 不然日本车迷怕不是不用飞到中国就能体验到硬座R5G了 上野站的新干线站台位于地下 布局为两台四线 对于新干线来说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间站 在列车二层布贴站台的一侧 很难看到上车的乘客多不多 不过我记得是没上来几个人 毕竟星期四早上的出东京客流本身就不大 加之去新泄之类的比较远的地方出差的人 一般都会选择乘坐更快一些的珠环号 没什么人也正常 列车离开上野站后会在地下再行驶一小段 之后在日木里站使出隧道 并且直接进入高架区间 在这一段还可以看到新岸线和山手线 京宾东北线以及Ueno Tokyo Line的列车 并行的壮观场景 顺便再踩一下京宾东北线 由于停站密集 所以京宾东北线的车基本上是个车就能踩它 列车很快通过了新日木里站 站里面停了一列山手线的1235系列车 和两列京宾东北线的1233系列车 那列山手线列车好像开了出来 试图与我们竞速 话说回来 大家觉得1235系这个微波炉一样的正脸怎么样 觉得好看的可以敲过一 不好看的敲过二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脸至少和前辈1231系比 难看了好几层 就好像一个长了一堆麻子的电子显示屏 实在是和好看两个字完全搭不上边 车爬上桥之后从二层往下看 底下的车就好像玩具一样微缩 仿佛我不是在运转 而是在玩模型 现在专心隧道的蓝色列车 就是京宾东北线的列车 而上方左拐的线路是山走线 两条线在这里分开 一个向西 一个向北 京宾东北线是往来与 奇遇县大公站和神奈川线横滨站之间的 一个运行系统 大部分列车通过横滨之后 还会进入更岸线直通运行至 机子站或大船站 车通过横滨之后 上野大公区间 因为全城都是在城市里 所以有13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 车开不快 这一段的限速 主要的原因还是噪音问题 日本的星岸线一直以来都饱受噪音问题困扰 只要线路旁的住户说噪音过大 就必须解决 所以才会搞出诸如N700系的丫头 和E5系那长长的蝎巴子脸一样的设计 而东北星岸线刚刚建成时 其实只到大公 从东京出去接到大公这一段是后修了 当时一番交涉之后 奇遇县的要求是 可以把星岸线修进东京 但是需要再修一条连接奇遇和东京的通勤线路 而这就是现在的奇遇县 现在在我们身后 奇遇县在奇遇县境内和星岸线共用桥梁 走向完全一致 并且是东京最繁忙的几条通勤线路之一 加尔东估计做梦也想不到 为了修星岸线顺便修的一条线路 现在却成了摇签树一样的线路 本车的厕所位于平层 转强架上方 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由于并不是残疾人厕所 所以非常小 手动锁门 门上还有一个用盲门写的厕所布局图 方便了盲人旅客的出行 厕所使用的是黄色和蓝色的配色 可以感受到非常经典的90年代风情 俗称 酒 马桶有盖子 必须好评 厕所的墙上还贴了各种告示 比如不要在马桶上进行斯拉夫蹲 以及不要往马桶里扔厕纸之外的杂物之类的提醒 厕所对面有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洗手台 不过这个水龙头有一点不一样 除了常规的出水和打肥皂功能外 水龙头的最右边还加了一个烘干机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固定配置的烘干机 可惜当时忘了是应该试一下 洗手池旁边是一个男用脚便池 也算是日系车辆的经典配置了 拉开折眼门进入 旁边也附带了一个洗手池 很方便 脚便池对面还有一个女性专用的厕所 不过那里显然就不是我能拍摄的地方 对面近站的是一组E5系重连E6系的东北新暗线列车 今天冬天我跑了一圈日本东北 他俩全都体验了一下 后面也会出对应的体验视频 还神奇地碰到了某知名铁路视频作者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列车离开大工后便开始加速 这里并不像之前那一段有130天米每小时的限速 可以放开了跑 大工铁道博物馆离大工站很近 位于线路东侧 可以搭乘旗与New Shadow胶轮列车前往 但New Shadow的铁道博物馆站 在线路的西侧和博物馆不在同一边 想在新安线上看一眼博物馆的话 得注意坐在新安线的右边 不要像我一样被地图的车站位置误导 坐错边还找半天什么都找不到 E4系的最高速度 只有240些米每小时 这也是这辆东日本想把它换掉的原因之一 毕竟现在上运新安线使用的E2系和E7系列车 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跑了270些米每小时 这样一个大块头在线上运行 基本上就跟移动路上差不多 退役之后 如果要全线提速的话也方便 话说回来二层最爽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对隔音板的完全免疫 列车运行时 线路两侧的隔音板 总会在风景在一漂亮的时候突然出现 让欣赏一半风景的旅客 只能对着板子赶瞪眼 而二层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板子根本就够不着 目前列车位于奇域县 外面是大片的田地 奇域县生产的蔬菜 许多直接供应到了东京 其中深谷市的大葱 算是本地名产 但是和山东的葱仍然完全无法相比 曾经我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一个山东朋友 做菜的时候 切好葱 直接就那么啃了一大口 先是我被吓得俩眼猪子 瞪得跟铜铃一样 然后就看着他 被落得像生吞了半管剑尾一样 睁不开眼 这里不是山东 啃葱寻寻慎的 本次的乘车时间非常短 东京到熊谷区间 全程运行时间只有38分钟 不过也幸好只有38分钟 我才不用在那舒适的座席上 铁日式映座 熊谷县位于奇遇县熊谷市 距离东京站只有不到65公里 这个距离相当于 从北京长阳站坐高铁道路的蜜语 对于体验车辆本身来说 还是非常合适的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个大块头 也是最后一次 20年2月 本想达成E4系 前往约后汤泽那边去滑雪 票路定好了 但是因为疫情原因 被家里紧急召回 与他擦肩而过 但也幸好那次没有乘车 否则选了指定席的我 也不会发现 他的自由席竟然这么有意思 生活就是这样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该来的总回来 当你失去了什么东西 背后一定有另外的惊喜 还在等 伴随着发车信号 这两个大块头继续洗成先行 正值退役前夕 有很多车迷都在拍摄 明天是E4系 作为途径列车运行的最后一天 而告别列车 将在10月17号 进行最后一次运行 这之后 新安线将再无双层大块头 所以大家都很不舍 而当E4系刚刚驶离雄谷站 上行方向就只来了一列 即将接过运行了 接力棒的E7系 前辈的任务即将结束 而新人正着急风波地前进着 与前辈擦肩而过 带着前辈的意志 继续在这条线路上前行 而正当我准备结束拍摄时 车站站厅里出现了一块告示板 但这次它上面写的 不是延误之类的运行情报 而是贴满了大家对E4系 表达感谢的话语 火车从来不止运输人员 与物资的交通工具 而是许多人故事与回忆的载体 它们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铁罐头 而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和生活的朋友 当老友离去 人们也会表达自己的感谢与不舍 二十多年来辛苦了 谢谢你 让我体验到了双层高速列车的魄力 和二楼观景的爽快 再见了 带出换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一路上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投币点赞三连关注一波 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旅途辛苦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